各位好 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何庭欢 先为一开始来看到 性侵犯拖逃落跑不到一天就落网 来看到台东县陆野乡 有一名25岁的潘姓男子 因为性侵为成年少女被捕后 假释还在接受保护管束 却破坏了电子脚梁脱逃 就在昨天下午检方发现 电子脚梁被他丢弃在花莲县 凤林乡大富火车站 立刻发布了通缉令 但就在今天中午 在宜兰县原山乡的一处民宅 找到人 逮捕归案 目前人也已经压回了 台东关山分局征讯 这新情况马上交给记者吴张宏 那么我们看到呢 陆野乡的这一名25岁潘姓男子 是因为性侵 所以被捕后假释 还在接受这个保护管束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破坏了电子脚梁脱逃 而现在呢也发觉说 他的脸书照片跟通缉照片 真的是差很大 还是21整点新闻 带您深入追踪新闻真相 而今天要带您继续聚焦的 就是这个性侵犯的电子脚梁 恐怕是真的有漏洞可钻 然后从我们镜面上就来看到说 当性侵犯假释出狱 或者是缓刑决确定之后 交付保护管束期间 就会评估要求性侵犯呢 必须要佩戴电子脚梁 接受监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呢 这边画面上黑色外形 配上定位系统 造型很像手表 但是却得戴在脚踝上的电子仪器 就是用来监控性侵犯的电子脚梁 而这个电子脚梁呢 它是有GPS的定位系统 扣上之后就无法拆除 而继带的部分跟材质呢 则是橡胶跟电线回路组成的 但是其实要硬性破坏并不困难 只要剪刀一剪就可以破坏 不过这么一剪 也会立刻启动了监控警报系统 关护人跟值班师收到讯息 再通知检察官组成应变小组 就会派遣远警到嫌犯 居住地跟脚梁最后的位置找人 但是呢 曾曾把关却还是可能会有疏失的 根据法务部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呢 目前这个性侵犯呢 受到电子脚梁监控的个案 共有115件 而从实施以来呢 我们看到从2006年到2017年之间 就累计有发生过了 这个11起电子脚梁被破坏的事件 以这次的案件来说 其实在下午2点就发现 嫌犯的位置是有异动的 而第一个漏洞我们就看到说 GPS一旦没有信号或出现异常 就代表已经离开了监控区域 就已经很难追踪了 而联络嫌犯他又表示说 是前往花莲办事 警方不已有他 没想到呢 下午4点就发现脚梁断讯 那我们刚也提到说呢 这个脚梁它是橡胶材质的 很容易就被破坏了 这就是第二个漏洞 而嫌犯就是利用 这个一来一回的时间差 来说谎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次发生这个潘信男子逃脱 从讯号发出异常 到确认脚梁被剪断 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差 很明显是预谋犯案的 虽然他回报谎称 说是去花莲办事情 但是脚梁一断 要再追到人确实是不容易 该如何防范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怎么样加强这个严格管控 势必还得要再拟定 完整的配套措施 继续来看我们的三观报道 新北市永和有一家脱婴中心 被指控涉嫌虐童 检察官已经展开调查 但是现在呢 又有前员工来加码爆料 他们说脱婴中心 从以前开始就经常打小孩 而且还会故意带到了 监视器死角的地方 老师打完换主任再打 像是不乖乖师范 或是学习能力比较差 就会打巴掌或巴头教训 前员工虽然看不下去 但碍于曾经签过保密合约 因此不敢张扬 一直到现在事件爆发 他们也决定站出来 驳斥主任跟园长的说法 接下来要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了 在台北市内湖 晚间发生了不幸的死亡车祸 两岁大的男童跟父母亲 一起骑车机车准备回家 而当时小朋友是站立在脚踏板上 结果不小心呢 机车跟箱形车擦撞 猛烈撞击 导致这个男童的心脏破裂 送医后不治 警方就提醒 骑机车三贴真的很危险 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今天上午九点多 有一部小黄行津高雄左营区路口时 犹如打保龄球一样 直接撞上了前方五辆 正在停等红灯的机车 接下来又擦撞另外一部黑色轿车 只一撞一共造成六个人擦挫伤 送医救治 而赵氏的灵性驾驶呢 是没有酒驾 而且还开了二十多年的车子 闯下大祸之后 无奈解释怎么会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财 再来看到这个是公轻反而变事主 在台中有一位女驾驶转弯时 车子卡在路上 不小心挡住了对象来车 造成交通阻塞 那么被挡的驾驶按了一下喇叭 女驾驶的朋友立刻上前 原本以为是来解决双方困境的 但是他们的确呢 是用力的拍打按喇叭叫车的这个窗户 而且还不断标骂 态度是相当的火爆 用粗话标骂原警 男子竟然获得不起诉 我们来看到去年四月 在桃圆有一名男子凌晨两点多 对着执勤原警大爆粗口 而经过桃圆地检署调查 认为男子当时因为天色昏暗 无法辨识原警身份 难以认定男子有侮辱的意图 那么妨碍公务罪嫌 无法成立予以不起诉处分 另外看到是有一名男子 怒呛警察是奴才 结果呢 获得检察官已不起诉处分 没想到他这次又很嚣张了 他拿着手机跟不起诉的处分书 跑到了士林地检署 不但大声喧哗 还对着罚警呛瞎说 我是主子 你们算什么 整个过程还用手机直播 大胆挑衅执法人员 继续我们焦点来看到 在昨天晚间十点多 有一名45岁的核心男子 提着塑胶袋 装着油漆以及汽油 来到了彰化县国民党党部 不但零汽油纵火 还在墙上喷漆 那么警方获报以后 在今天凌晨两点多 以车追人逮到了这名男子 那么男子公称是看了 电视台政论节目不满 才会到现党部纵火 喷漆泄粉 再来看到 在基隆八斗子渔港 金船火烧船事件 这艘高雄籍的渔船 德翔六号 是在今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疑似电线走火 船舱全面起火燃烧 原本要再度出航捕鱼的船长 第一时间赶紧用灭火器灭火 但是这个火事实在太大 抢救困难 冬季时刻 许多业者透过旅展来推销 但是现在有民众爆料 自己参加台北世贸的冬季旅展 却在外头买到了一张 100块的门票 对方就谎称 是从厂商手上拿到的票券 但是实际询问售票单位 才发现 这根本就是没有成本的公关票 被当传了黄牛票在卖 原来每一次旅展 到了尾身的时候 设展的业者 就会针对下一季的旅展 发放部分的免费票券 来吸引民众参观 而这群黄牛 每一回就这样索取 这些零成本的门票转卖 大赚黑心钱 消保官提醒 虽然比较便宜 但要小心入场 有资格限制 别贪小便宜 最后却无法进场 宜兰有一间牛排店 日前收到了一张千元假钞 在钞票右边的圆子 竟然被盖在防卫线的下方 明显跟真钞不同 拿到钞商经过验钞机测试 确认是假钞 就怒斥 不肖分子 良心何在 店家无奈表示说 从事小本生意 餐费没拿到就算了 还有找钱赴钞钞 真的是得不偿失 国境之南墾丁 近年来旅游不振 不少旅馆业者 传出了倒闭潮 废弃民宿 却成了不肖分子 锁定的目标 中达警方掌握勤资 有诈骗集团 在墾丁乘租倒闭的民宿 作为掩护 作为机房使用 集团成员一共27人 专挑华侨下手 不乏所得高达近千万元 日前152名越南观光客 抵台后集体脱逃 社会哗然 警方全面查气 台中警方凌晨就蓝查了 一辆闯红灯的休旅车 发现后座载了 四名非法移工 那么警方要查 他们的拘留证跟护照 移工闪烁棋词 司机也辩称 只是帮忙朋友载人 警方怀疑又是假观光 真打工 讯后依法送办 又发生了石虎路沙的事件 来看到苗栗县后龙镇 苗29县 发生今年首起石虎路沙事件 照片转贴社群网页 石虎城市路旁 让大批网友很心痛 怒斥县县府独职 扬言不处理好石虎问题 就抵制苗栗旅游 那么农业处表示 已经着手建制 友善动物通道设施 预计一月底完工 但您来聚焦 如果把老虎的排泄物 拿去泡酒 真的可以戒酒吗 台北市立动物园 接到民众来电 说希望能够索取老虎的排泄物 只因为邻居说 把排泄物泡入酒中 让酗酒的家人喝下去 就能够彻底戒酒 实在是让原方苦笑不得 而民众五花八门的诉求 还包括有求子心切的夫妻说 要索取几根鸟类的羽毛 还有猛兽的牙齿 以及动物的毛皮 因为听命理师说 把这三样装进红包袋里 放进床底下 就能够受孕成功 让动物园也忍不住对外澄清说 这些真的都只是无稽之谈 欢迎回来 今天的2100新闻抢先报 首先带您关注 前外交部长 吉邀秘书赵宜祥 接任驻美代表处 政治组组长 引发了争议 那么监察委员主动 申请调查认为 赵宜祥外派驻美仪式 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 再来我们关心的是 调查局去年统计 共有174人 涉及国安共敌案件 路委会也强调说 将持续解释中国大陆人士 在台活动的相关管理作为 强化安全管理机制 以维护国家安全 外界消息 美国西雅图时报网站 刊出了一篇投书 一国两制对台湾行不通 而这篇投书的作者 也就是 驻西雅图办事处的处长表示 希望让美国社会 知道台湾人的心声 接着我们来聚焦的是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到台中勘察 华子熙 对于将动工的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当中 水环境工程表达肯定 认为台中治理河川 运用生态相当先进 也能够进一步结合 环境教育 最后我们来看到 强烈的热带气旋 乌斯曼去年年底袭击 菲律宾中部地区 造成了惨重的灾情 中华民国政府 在今天透过驻飞代表处 捐赠20万美元 给予菲律宾展现出 人道关怀 以上就是今天的 2100新闻抢先报 提供给您最新的资讯 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 连线报道 赖清德在上午提出 内阁总辞之后 晚上在饭地宴请阁员吃饭 外界关心新一波的内阁人士 但是有不少部位 首长抵达饭店 却都没有多谈 大多是说 简单的说一声谢谢 详细情况马上交给记者 郑伯扬 另外来看到的是 非洲猪瘟来世防疫大作战 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 彰化县政府 加强辅导畜牧业者 以饲料取代厨余 今天更前往了 大村乡一间畜牧厂 视察了解产业现况 而畜牧厂业者 也允诺改用饲料养猪 而目前彰化县 共有92场养猪畜畜牧厂 其中已经有将近一半 大约40场 配合转型为饲料户 县府也将补助差额 每投猪约2200元 为了避免非洲猪瘟 侵袭 畜牧业者配合转型 虽然成本增加 不过目前猪肉价格稳定 并没有因此上涨 而肉品加工业者 也严格挑选肉品来源把关 顾客还是相当有信心 买器并没有受到影响 去年底 国际品牌饭店 希尔顿以及万豪集团 旗下饭店陆续开幕 现在又有国际精品饭店 来台插旗 主打友善对待宠物 以及低调奢华的金普顿酒店 也声告将在明年3月正式迎宾 锁定的就是台北东区 注重品味的高端客群 另外还有以奢华风格为招牌的 瑰丽酒店集团 也计划在2024年 进驻台北信义区 国际品牌饭店先后登台卡位 也让台北市的饭店市场 竞争更激烈 欢迎回来 带您了解说 吕博士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包覆食物呢 到底应该是亮面 潮内还是雾面 那么英国广播公司 最近就播出了节目 有一名大厨说 其实要把铝箔纸的亮面 潮内包覆食物 就可以更有效的保温 这段影片也引发了大家讨论 有网友就不禁感叹说 自己一错就是40年 而我们实际询问 专业的老师表示 亮面确实会比雾面反射更多的热能 不过其实两者的差距不会很大 想要缩短烹煮时间 还是要看加热的温度 回到市场现场来看到 买一张40元的高铁票 竟然能够退20万元吗 我们来看到台湾高铁公司行动购票系统 是遭到骇客入侵 用40元订购了南港到台北区间车票之后 立刻办理退票 并且把系统里面的退款金额栏位参数 寸改为20万元 还好高铁公司发掘异常 及时终止退款 调查局就南下台中逮到了这名骇客 原来他就是过去曾经破解脸书 FB删除创办人马克祖克博贴文 以及找出各大付费网站漏洞的 天才骇客张启元 新闻最后来看到 嘉义有一名门神彩绘修复师 希望透过动画 让年轻人了解嘉义的文物跟历史 就特别跟研究生合作 创作了全台湾第一部 以妙语为主题的动画 新闻最后带您一同欣赏 也感谢这节的收看 我是云环 稍请持续锁定台式新闻 玩台湾